现在为您介绍,蓝方选手年龄33,身高1米16,比赛体重77公斤,他有着非常丰富的战绩,曾经成绩87战,62剩21副4平,他就是来自伊朗的穆罕默德,玛丽克·查德。 为您介绍,蓝方选手年龄23,身高1米79,比赛体重77公斤,曾经的战绩是四战三胜一副,他就是来自中国。 视频前的你,如果在男性持久力,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,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-163-379,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,延时20到40分钟,补肾壮阳, 延时祝博,增强夫妻性生活,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,做回自信的自己,记住微信358-163-379。 77公斤级的超级战,来自于中国的长篇即将对阵于,来自伊朗的波斯王子,穆罕默德,玛丽克·查德。 双方都是从战力的格斗体系,转型到MMA的选手。 好,第一局比赛开始,我们看到蓝方的就是波斯王子,穆罕默德,红方是来自于中国宁罕俱乐部的长帅。 穆罕默德是来自于上海龙武士综合格斗馆。 这场比赛呢,在赛前有着各种的推断和猜想,因为呢,双方第一年龄相差10岁, 而且穆罕默德呢,之前我们看到他的在战力级当中,他的泰拳的战绩是62胜21伏4平,非常傲人的战绩。 而这位选手,他是一位打击型的选手,但是不同于普通的打击选手, 他是一个非常人作用不定,而且经常会出奇招,会出冷招重击的,这样一位非常可怕的选手。 相对来说,常帅这位小伙呢,应该是出色擂台, 所以他的经验值还有各方面可能相对来说没有穆罕默德这么丰富, 但是呢,通过他平时跟宁罕默德的训练,相信他也吸收了很多宁罕默德的精华, 所以我们期待他在这次表现当中有非常好的表现。 其实这场比赛呢,对于波斯王子穆罕默德来说呢, 这场比赛如果说是他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主导战力, 这场比赛能够一直呢,把比赛保持一个战力级对抗的一个局面的话呢, 这场比赛很可能胜利的天平呢,会向这个穆罕默德那边倾斜, 那么对于常帅来说,跟随着我们中国的UFC的明星选手宁罕默德一起训练, 那么他对于古典摔跤,自己的摔跤,以及如何去应对像穆罕默德这样的战力性打击的大师般的选手, 我们看到华英贵洛果然,一个下潜爆摔。 非常稳当,这个撤压也压得非常的平整啊。 对,其实刚才的这个爆摔的冲撞力还是蛮危险的,需要一个极大的一个胆识,还有判断力。 刚才那个摔法是仿佛是在穆罕默德即将起这个重腿重膝的同时啊。 到目前为止,我们看到穆罕默德处于下位,显得呢,也是不是很急躁。 场外呢,穆罕默德的指导来自于上海龙武士格斗馆的罗伯特·萨斯曼, 在提醒穆罕默德现在是起桥的机会,而且要大力起桥。 穆罕默德呢,他的地面缠斗也是在飞速的进步当中。 但现在呢,是非常被动了。 现在是来自于英网友俱乐部的长帅,已经是把穆罕默德用了一个十字架的一个控制, 也就是把穆罕默德的双手啊,横向的这样一个压制。 所以说穆罕默德的两只手都派不上用场, 而且呢,哦,一个美式所见,非常危险。 好,排阶认输。 其实长帅大概是在一年前开始接触柔速, 经过一年时间的训练, 真的,他的柔速进步非常大, 刚才做出了这么漂亮的锁信, 真的是后生可畏啊。 给他恭喜长帅。 同时我们也感谢,同时我们也会做到长帅取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。 接下来为大家幸福比赛结果。 来自北京的长帅, 降服, 升服了对手, 所以本招比赛的霍正方, 来自 红方火车。 中文字幕——YK